有美国高级军官放出言论 说我们东风26弹量导弹过时了 陆武了 已经对付不了美军的航母编队了 而且美军的航母战略群有能力对其进行拦击 大家好,我是东方 欢迎收看东方脸兵 本期话题 我们讨论的是 东风26弹量导弹能不能返航母 我们说有美国高级军官放出言论 说我们东风26弹量导弹过时了 陆武了 已经对付不了美军的航母编队了 而且美军的航母战略群有能力对其进行拦击 我们今天好好的就这个话里进行分析 首先我个人认为 这位美军高级将领 他说的这 他说的这一套言呢 不是说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听的 你不是说给美国航母编队战略群的那些美军 士兵们 士兵们听的 是说给谁听的 是说给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听的 是说给美国这些盟国或他的这些小弟们听的 说白了 东风弹导弹打航母 那是绝对的有把握的 美军这样的言论无非就是想掩盖他们 面临中国 东风反舰弹导弹的时候的这种恐惧的心理 是掩盖他们的恐惧心理 真正的想拦击太难了 我们说一般的弹导弹 你想拦截都很困难 我们说海湾战争中 最最初的那些飞猫头这样的 进程的弹导弹 美军的拦截概念就非常非常的低 到后来的这样子 弹导弹技术发展越来越先进 速度越来越快 木丹的机动速度越来越大 而且还有机动变轨 还有这些幼儿的进 等等这些投放的措施越来越多 所以对你的拦截来说就非常的困难 我们说美国现在航母 航母编队战争的群里面 有拦截能力的 就是它的巡洋舰 蓄露舰上面装的什么 垂直发射的防空系统 这里面带着标准3这样的导弹 有一定的拦截能力 我们说2020年美国这个标准3还进行过 中弹拦截的试验 首次海上 海上中弹拦截的试验 他们说是成功了 但是这种的概率是小的 我们说美国的陆基的弹导弹 发授了那么多年 成功率不到50% 进行上20多次的拦截 其中一半都失败的 那你在海上在进行的第一次试验 中弹拦截说成功了 那你要多少数据才能说你是成功的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弹导弹 第一是很难拦的 第二 现在技术更先进了 越来越先进 你是越来越难以防范 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这个美国这个 所谓的这个高级将领说的 美国航母能够躲避东风26打击的 它的措施 第一 我们刚说了它的拦截 它的趋势舰 那个拦截 这个我们说 你是有一定的拦截能力 但你的概念特不低 第二个它是它是什么办法 快进快出 美国航母现在正在演练这个 2021年之后 它的双航母来之后 就演练这样 这样的这个战术 就是我 我快速进到你的南海里 你对你们来进行演练 然后我有快速 退出去 退到什么 菲律宾海那块去 躲起来 美军认为它的这一套 快进快出的战术 那个秘惑我们 其实这是大错特错 我们说我们中国的反应导弹 之所以具备打航母能力 是因为我们有一整套的体系在那 你的快进快出 你竟然躲避我们的发现吗 我们现在的发现是 撑体系的 地面的内达 空中的无人分察机预警机 一直到天机的卫星 在我们周边这些理由 我们适合的盯着 你从南海退到菲律宾海那边去 我们就看不到了吗 可笑 不可能 我们照样那个发现你 所以说你的这个 快进快出的战术 对我们是起不了多余 他的另外一个 说法就是 远离这个南海 退到几千公里之外 就安全了 这个对我们来说 我们更欢迎你这样做 为什么 你退到 你最好退到4000公里之外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东风26 反舰弹导弹的射程是4000多公里 你想安全你就退到4000公里之外 那么你退到4000公里之外后 你自己安全了 对我们有什么 对我们的威胁也没了 你的航母舰弹导弹机就是起飞 你打不到南海 因为我们说航母舰弹机的作战半截 就是1000来公里 再加上你的这个机台的这一道导弹几百公里 你顶多的1500公里撑死了 你退到4000多公里外 你自己对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打击能力了 我们欢迎你这样做 所以说 美军的这套言辞 我们说他不是 说我们听的就是 安慕这些周边那些 想跟着美国走的这些国家 可以说给他们听的 意思就是说 美国还有强大的航母战斗能力 来对他们进行支援 支撑这些国家 让这些国家可以跟中国进行对抗 我们刚才说了这些 就是美国这个航母战斗的群 它是 难不了我们的东风26弹导弹的 我们在 退一万步讲 假设我们现在的东风26反舰弹导弹 真的落伍了 那么 我们就又有新的出来了 这个新的是什么 我们叫做东风27 我们2019年 国庆大学兵让我们展示了东风时期 高超深度 高超深度导弹 这个导弹就是在东风16的极度上 加了一个弹头 深一体的滑翔弹头 这样大肆的增加了它的射程 而且是全程大一层内的进化 滑翔弹道是诡异的 无法拦截 那么你们说我的东风26 落后了 那么好 我就推出来东风27 这个东风27就在东风226的基础上 加了一个东风17这样的 深密体的滑翔弹层 你怎么拦紧 而且这个射程 是同样的4000多公里 全程大一层内 我们说以前的这个弹导弹是飞至大一层外 然后它在俯冲进行攻击 从一高度换速度 你就说一动能换势能 就说这样我就能获得木弹高速打击你 才能击穿你的航母 加班 那么现在来了 我现在 换成这种东风27这种 这种导弹的话 一是很远中程的 第二 滑翔弹头 打水漂的 我的高超深速的即使速度快 我的弹道变轨 不断变 以前我们说常规的这个弹导弹 这在木弹的时候 在路的时候 还可以是机动变轨 是有限的机动变轨 尤其是我们东风26 因为它要打这个海上移动的这种 航母这种目标 所以它木弹必须要进行机动 追上你打 那么我们东风27之后 这个弹道就更是 让你 摸不住头脑 高深不错 变换 中弹就是通 发射之后 转弯之后 全部大一层的 水漂式的 进行机动 你怎么拦击 你预测不了它的弹道 你得没法拦击 而且木弹的时候 又是高机动的 高超时速的导弹 最少的6码 那木弹的时候 再加一下浮冲 速度更高 所以说 我们说推出东风27之后 比东风26更先进 让你美国更图腾 你说我的东风26落后了 那行 我就推出更先进东风27 我们有的是 打击美国航母的首大 所以说 我们千万不要被美军 所谓的高级将领 给迷惑了 打航母 我们是认真的 好了 本期话题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